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维多利亚终于下雪了 现在是2020年首于21号 今年是维多利亚的第一场雪 记录一下 现在雪已经下了4个多小时了 现在是4点半左右 天已经这么黑了 前几个月4点半 天更黑 给大家看一下下了4个多小时的维多利亚的街景啊 终于是白雪挨挨了 树上面全都是雪 看一下花园 基本被一层包包的雪覆盖了 温度不是太低啊 现在大概才一两度 所以这个雪下下来就变成睡冰的感觉了 希望还不够低 本来还想堆雪人呢 希望下一个晚上 希望在低点 明天早上可以堆雪了 维多利亚呢 虽然是在加拿大 但是一年也就下两三次雪 所以每次下去我们都非常珍惜啊 都非常想出来玩 希望明天雪可以厚一点 足够让我们堆雪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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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venidos